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那最近呢 我有一个付费专栏 碧海黄龙 近代中国海军上线了 那今天也算是为他做一个长长的广告吧 这提起晚清海军呢 大家伙呢 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北洋海军 哎 可惜了 这全军覆没了 就是在我眼里呢 北洋海军它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 因为海军要干嘛 要维护航运 要保护海疆 要保护海域内的矿物资源 北洋海军都没做到啊 而1909年 广东水师的两艘小船做到了 他们巡视南海 并立碑纪念 为中国海疆的主权做出了不可摸灭的贡献 南海啊 有东沙和西沙群岛 中国一直对他们呢 都有主权诉求 明朝就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而且被命名为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 那乾隆年间呢 也有过勘查 并且标注地图的这样的记录 那由于群岛人烟稀少 附近呢 只有几个零星的捕鱼的渔民 在晚清时期 自从列强发现了中国这片市场 那中国附近的海域就出没着外国军舰 由于长期以来 中国人对海洋也不重视 导致南海和海上的猪岛屿 基本就处于无人开发的状态 附近的水分条件 中国人对此也不甚了解 甲午年的战败导致台湾落入了日本的手里 那么日本人有个口号叫做水产南进 在这个口号的鼓吹之下 大量的日本渔船南下 以台湾为基地 都在中国南海诸岛的海域活动 1907年 一名叫做西泽吉士的日本商人 带着上百个日本台湾的民工 大摇大摆的占领了中国南海的东沙岛 进行渔业捕捞和鸟粪的开采 按照当时国际惯例 那清朝对东沙它早已有了勘察开发 它主权 经营权应该是为清朝所有 那日本未经允许擅自开采 这已经侵犯了清朝的主权 梁广总督张仁郡和两江总督 兼南洋大臣端方获悉消息之后 虽然他们也想维护国家主权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出海的军舰 还有就是这个消息给出来的经纬度 也不准确派军舰去了 也找不到这东沙群岛这些原因 所以交涉就被迫拖延 到了1908年的8月 英国人准备在东沙群岛上修探照灯 那块水温条件实在是不好 修个探照灯得方便军舰走 那么就找到了端方 问这东沙是不是属于中国呀 那端方就赶紧发电给了水师提督 萨振兵让他帮忙查看 此时萨振兵正在接待美国环球航行的大白舰队 这是老罗斯副总统派出的一支海军舰队 满世界耀武扬威 环球访问进行一次航行 然后因为这个舰队 每艘军舰他都是浑身涂着白色 所以他又被叫做大白舰队 以前我听这个名还挺正常 现在这听这名不好说 反正我觉得大白舰队这名是各样的 那么欢迎这群往上去 然后这海军的军舰就都去参加欢迎仪式了 等1909年的年初才派飞鹰号驱逐舰 前往东沙群岛驱重 飞鹰号的驱逐舰舰长 是日后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海军总长黄中英 他通过调查确认 这个岛就是中国人所称之为东沙的岛屿 而且日本人真的在这里修建厂房 驱赶中国人 那有了这些调查取证 清政府这官方交涉就应急多了 最后是日本人封闭厂房 退出东沙群岛 晚清算是又一次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 那就在两国交涉的同时 有人还对这梁光总督张仁俊提出 说在海南岛榆林港啊 东南方大概200海里处 还有一片西沙群岛 这是新加坡香港这个航运的要冲 应该及早考察宣誓主权 那张仁俊也意识到 如果保不住西沙的话 那这东沙群岛就是前车之鉴的 所以呢 巡航西沙宣誓主权的行动势在必行 航海这件事 这张仁俊是文官的 他肯定是干不了 所以任务呢 就交给了广东水师提督 李准 李准呢 是靠搜捕海盗起家 一步一步做到了水师提督的高官 那么辅佐李准的副将吴敬荣 这是一位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宿将 甲午海战结束之后 那么北洋海军解散 吴敬荣呢 也被遣回原籍 等到建设广东水师的时候 才再次被重新启用 那现在这人选有了 那派哪些军舰去巡视西沙呢 这对于广东水师来说 也是个难题 当时啊 他们是一个沿岸内核的治安巡逻队 舰船的情况呢 乏善可陈 小船没法运载那种庞大的考察队 大船呢 又严重老化 广东水师倒是从英国人手里买过一个小型的邮轮 改名为广海号作为训练舰 但是现在这正在修复施工当中 没法出海 最后呢 能胜任这次任务的 只有福波 陈航 广金 三舰 体积所有大能远航 但是 这个船灵较新的广金 又因为机械故障 就取消了行程 剩下那两艘军舰 福波 陈航 这全是福建船政局 早期建造的那种千吨级的风帆木壳军舰 福波号1871年建成的炮舰 然后陈航呢 是1874年建成的运输舰 中法战争 马江海战当中 两舰算是双双沉没 后来在打捞修复之后 继续服役 那由于设计的缺陷 然后呢 没有经费的保养 所以这两艘军舰 当时就属于是 除了炮不响 哪都响 除了发动机不动 哪都动 那李准望着这两艘军舰 不禁感叹呢 福波 陈航 二船 雨于其年 修复 勘律 这军舰比这个水师提督的岁数都要大 你说出海了 真不知道这是谁照顾谁 那在经过一系列的裱壶啊 修补之后 那这两艘军舰呢 终于是达到了硬着头皮出征的标准 在出发之前军舰上又储备了数百弹大米 还有种羊 种猪 还有割色的种子 就是方便往后啊 在西沙的各岛上放养种植 那为了防备其他国家的海军有挑衅行为 李准还准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 1909年4月 两舰从广州启航 启航之后就赶上了大风 考虑到军舰这个情况 所以李准就无奈下令让两舰呢去海南躲风 这一躲躲了一个多月 6月季风时节已经过去 李准这边呢椰子也吃够了 两舰再次出航 由于西沙暗礁众多 此前也没有什么精确的海图 那么两舰只能是提心吊胆 小心驾驶 舰队啊 到了一片比较平稳的海域抛锚 李准率领一行人登岛 命人在岛上一块石头上刻字 大清宣统元年 广东水师提督 李准寻月至此 那竖起了五丈多高的白色的桅杆 挂了黄红旗在桅杆上 表示此地是中国之领土 那因为他是乘坐浮波后军舰 上的岛 于是就将此岛命名为浮波岛 随后呢 李准率队每到一处岛屿都逐一命名 勒石树碑鸣炮纪念 升起大清黄龙旗 申明中国主权 这一次出行整整二十三天 探明了西沙十五座岛屿 李准给他们的命名啊 都是剑名 还有同行人的籍贯名 你看除了福波岛之外 琛杭那艘军舰 他抛锚的岛屿就被命名为琛杭岛 那因为李准是四川淋水人 就又命名一个岛为淋水岛 梁广总督张仁郡他家乡是河北丰润 唐山丰润又有了一座丰润岛 临走的时候 李准还命人在一些岛上留下几顿所带的牛羊 然后早景造屋 以协助渔民放养这些家畜 捕捞海产 几十年之后再有人登岛的时候 还能发现一些野化的牛羊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李准带去那批牛羊 他们放牧繁殖的后代 那等到李准返城之后 编写出版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其中就在书中列入了西沙群岛的海图 这都是他带去西沙的什么测量师学生画的 这些海图一直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 而李准这一次寻越南海也确实为中国争取到了主权 20年代这个北洋政府在和法属越南产生了边境问题的争议 然后法国驻越南的总督就提到了 说承认北洋政府对西沙的主权要求 因为当年李准去过南海 那接下来大清革命浪潮暗流涌动 各地接二连三发生了起义 李准也想过晚大清狂澜于祭岛 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当中 曾经带兵去镇压过革命党人 林决民就是被他抓获的 这是林徽因他大爷 那武昌起义之后 李准也自知无力回天宣布异制 并且在向这个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主动交出了军队 隐居香港 那由于此前他不是镇压过革命吗 所以就导致那些革命党 其实说白了那些革命党就是帮派 就是帮会黑社会 这些人他不讲什么原则吗 所以对他还和在心 一定是一报还一报 时常对他呀实施暗杀行动 所以李准一看这香港不好呆 就又迁居迁居到了天津的法租界 北洋政府授予他职为将军的名号 晚年潜心著说 1933年法属越南占领了部分南沙岛屿 李准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还刊登了 当年他巡越南海的日记 以证明中国在南沙的主权 为了感谢这大公报愿意刊载 李准为报社留下了末报 今天这个香港大公报那个提签 这就是当年李准的字啊 其实海军这个价值啊 真的不在于你有多少艘军舰 多少战列舰 多少核潜艇 多少航空母舰 而是在于舰队能否履行海军的职能 海军核心意义 它不是消灭对方的舰队 而是让本方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航行自由贸易自由侨民安全 资源开发自由等等 因此啊海军目的不是说像日本帝国海军 或者是德国公海监队那样大决战的玩具 更不是像北洋海军那样 做一个渤海湾大门口站岗的警卫石狮子 1909年李准巡悦南海 1910年清政府成立海军部 1911年成碧光率领海旗号访问美洲 执行护桥任务 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 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军的价值 才履行了海军的职能 大清海军才走向了成熟的阶段 而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是 当他们刚刚走向成熟 大清我就没了 好了 关于1909年李准巡悦南海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